这大晚上的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嫂子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我这儿有一个策划案 什么策划案 你也知道 酒店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何总不管是一个执行者还是经营者 如果这么大的企业在他手里蒙羞了 那他在这个行业就不好混下去了 嫂子 你就帮我把这个策划案交给他吧 你为什么不自己交给他呀 你也知道 以他的性格 我交给他 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这个策划案是谁写的呀 我哥 写得真的很好 写得真的很好 现在那么危机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这份东西 上面提到了 现在 除了媒体正面的报道 你们还应该做一些实际的行动 让公众放心 比如说让后处透明化 让公众监督 让所有的进货渠道正规化等等 这些都是你写的 真没看出来 你在酒店管理这方面 还真有一套 谁写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赶紧让酒店度过危机 这些 都由周淑铭写的吧 小雅 前两天我碰到朵儿了 她说她现在和周淑铭住在一起 挺好的 他们住在一起 朵儿亲口说的 小雅 你现在应该祝福他们 如果你现在还不接受我的话 我可以像以前那样 重新开始追求你 就要在学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俩才是最相爱 最般配的 对不起啊 我现在心里 真的装不下别人了 只要她一天不结婚 我都不相信她不爱我了 好 那我等你 我等你 彻底把她忘了 你怎么来了 麻烦你 把这个交给小雅 昨天我又增补了一些 你们应该能用得上我吧 你为什么不亲手交给她呢 她不是没在吗 她在 你会交给她吗 你们的事小雅都告诉我了 你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们明明还爱着对方 为什么不复婚呢 你们公司运营得怎么样 公司这个月总算是可以盈利了 我想未来的远景还是不错的 只是目前还是有点小困难 但是何尚勇她说 会把酒店来年的广告 都交给我们来代理 只是你也知道 何尚勇的公司 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着手 帮她处理危机公关 要不是有你的案子啊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弄了 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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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小雅 真的谢谢你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策划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别客气 加油吧 拜拜 进来 怎么了 亚勇的广告你都接受了 太好了 别高兴得太早 这才是一个开头 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有希望就有动力啊 对了 刚刚周树茗来过 他来干什么 来给你送这个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他才刚走出去 看来他是故意躲着你的 好 好了 那你先忙 我就先出去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好 喂 小雅 喂 老牛 你知道书鸣现在住在哪儿吗 你不知道吗 他就在你们家对面楼上啊 那你知道房间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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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鸣你在吗 书鸣你在里面对不对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书鸣你在里面对不对 书鸣你在里面对不对 你把门打开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你开开门啊 书鸣 书鸣你把门打开 书鸣你开门啊 你把门打开 你把门打开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书鸣 你开门好不好 书鸣我有话跟你说 你开门 书鸣你听见了吗 你开门啊 书鸣 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把我推给别人 你真的不难过吗 我知道你没有忘掉我对不对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对你乱发脾气了 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你可以不工作 你在家写作 我陪你实现梦想好不好 你难道真的忘掉了吗 我们说好的要一辈子在一起 我们说好的要生个漂亮的女儿 老了以后 一起去全世界各地旅游 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书鸣你把门开开 你告诉我呀 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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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完没了的偷信 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妈 你啊 要好好地把身体养好 好好配合医生 等有了合适的供体呢 就可以做手术了 好吗 好 我听医生的话 听你的话 好吧 说明 最近怎么没来呀 她可能 不太想见到我吧 把电话给我 我打给她 妈 你就别再为难她了 小雅 你去好好求救书名 她是爱你的 你去求她 她一定会欣扰回来的 能做的我都做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了 书名 开门啊 给你乱新衣服 弄着干什么呀 试试吧 这是什么意思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 见什么公婆 见我父母啊 还要嫁给我 这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 突然吗 你放心 他们啊 肯定不会刁难你的 他们都听我的 见见他们啊 也是一种礼貌嘛 说什么 这衣服 我不适合 我不适合 好吧 随便你 老苏 行 老苏 我今天不是来和你吵架的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爸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要和你金凤阿姨去美国 这么多年哪 我最对不住的 就是你们原谅 但是细想起来 你金凤阿姨 对我也是一心一意的 我也不够珍惜 我也很对不住她 所以我还是决定 从今往后 要和你金凤阿姨生活在一起 老苏啊 咱们磕磕碰碰 吵吵闹闹 又有新日子了 想想 挺没意思的 其实 我应该感谢你 是你把老杰啊 磨砺的没有了那么多棱角 能让我遇到 能让我心动 要不是你成全 我们也不能真的在一起 虽然老杰也有一些毛病 但在我这辈子里啊 他是唯一一个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亲人 我不能没有的 其实啊 我也想明白了 人活到一百岁 无非也就是三万多天 过好每一天 才是最主要的 争来争去的 最终 还不是伤害彼此相爱的人吗 如果啊 以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请你一定别记在心里 请你一定了解我 姐姐 对不起啊 别 别 对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你们就好好过吧 老杰啊 好好的对人金缝 别那么不负责任哪 我是他 我是他 那 我在下面等你 我给你 滚英 这个你拿着 你就拿着吧 你手术的时候用得着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有钱 能够减轻一些 我内心的内疚 别推辞了 哎呀你就拿着吧 好 好 以后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吧 放心吧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 你跟舒明怎么样了 爸 爸 我跟你妈这辈子 真是有缘无分 主要是怪我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珍惜 其实舒明人挺好的 你别嫌我是他 你要懂得珍惜 行了 别送了啊 越送我会越难过的 走了啊 最近的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朋友 非常高兴在此 共同的亚用全面 请代表亚名全面 和所有人 向广大的大众 致以最诚挚的企业 欢迎公众和新闻媒体 朋友们 对我们进行严格的监督 谢谢 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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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董事长和几个股东在会议室 说请你过去一趟 说召开什么紧急会议 我看他们来者不善 好 邵勇啊 临时通知你来开会 其实也不是想听你什么意见 就是告知一下 我不明白董事长的意思 搞了这么大的事出来 你还问我什么意思 我不懂 最近酒店因为你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你不但不积极应对 还把这么好的员工给开除了 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看来我就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们已经背着我把董事会开完了 集团会议 当然你没有病友参加 你只不过在亚勇持有管理股 看在你曾经对亚勇做出贡献的份上 我们这次对你给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 就不起诉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 但是你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要一笔一笔地还清 另外呢 你不用上班了 你被解雇了 想必代替我的应该是丽娜吧 谢谢何总曾经的栽培 何总 这是公司给你的律师函 请签收 绍勇 现在我们不追经你的行事责任 就算面临人情了 绍勇啊 听说你最近忙着谈恋爱 也没有时间经营 所以 我们这也是成全你啊 另外 你以个人名义 在公司财户上支出的一切物品 请你尽早辉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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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还可以重新再追求你吧 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来陪我喝一杯 你喝多了 你现在在哪儿 少庸 你现在这样 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 我现在跟周淑明一样 我一无所有了 你跟淑明不一样 他虽然在物质上一无所有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理想的追求 他在你心里什么都是好的 无论我做什么 我都不如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也一样 虽然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你有能力啊 你可以重新开始 只要你不放弃 就永远都不会一无所有的 小阳 现在你和周淑明结束了 我还要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吗 今天我们只喝酒 不谈感情 当然要谈 小阳 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你喝多了 我没有喝多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真的爱你 小阳 你疯了吗 是 我是疯了 有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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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马医生 苏律师 好消息啊 我们为您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而且您的身体状况又很好 所以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真的 谢谢 好 谢谢 好好休养 谢谢马医生啊 谢谢您 太好了 妈 小燕 赶紧给树林他们打电话 对 对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她手机关机了 没事晚点再告诉她 妈 您是来找我走的 等一下 今天我可能还走不了 我要到人事部办天交街 谢谢 少悠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回公司地购油事件出来了 我没有让你扛 反正自己一个人承担 我知道 所以我说对不起啊 我觉得我们俩两亲了 少悠 好自为之 穆月 一红蒜 三红 二红带 四红带 三红带 四红带 三红带 四红带 五十 五十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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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你好 好了 今天是我大显身手的日子 爸 你先跟淑明聊着啊 好 去吧 好 帮我帮我帮我 请坐 请喝水 我来我淑淑 谢谢你啊淑明 谢我什么 为了给盗疗伤 你扮演了他的男朋友 真是对不起你啊 作为父母呢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你 叔叔 我 我知道你演得很认真 所以我们更要叔叔谢谢 不过我们说得再多 也抵不上 你对我们米家的安情啊 说明啊 你说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会给你 你说吧 叔叔 您误会我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朵儿能够开心 我就很高兴了 妈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妈 朵儿啊 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三思后行 尤其是爱情 你可是有一次伤害了啊 也不能再不慎重了 我可能有些话呢 也不爱听 怎么样 最后受伤的不还是你自己了 爱情可以自私 但做人可能太自私了 你想过我和你爸的感受吗 妈 你是不是看不上周书鸣啊 不是看不上 你总是按着你自己的想法 去做事情 我和你爸可什么都没说过啊 好 我知道你跟爸这些年为我操了不少心 可你们要知道 如果我错过一个我喜欢的男人 那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不行 你希望我幸福 不也是基于我自己喜欢吗 来 我们喝一杯 来 吃吧 来 来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很好吃 好吃以后我尽量给你做了啊 这可真是啊 找了女婿忘了娘 我这个女儿是白养了 爸 妈 你们放心 不管以后我嫁多远 我都会孝顺你们的 我们怎么能白养女儿呢 来 吃 阿宝 小机 amente 都没人 什么事 现在我们不新闻 好 那呢 前几天来看 我发现她很不开心 我心里很难过 我不但帮不了她 还得拖累她 托福 我会好好照顾娜娜的 也会好好照顾您的 从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发现你这小伙子人不错 是个值得托福的人 我们娜娜从小受了很多苦 你得好好对她 您放心吧 我会的 无论她是健康还是生病 贫穷还是富有 你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吗 只要娜娜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会对她永远不离不弃的 永远太远了 谁能知道 这辈子对她好就够了 来 拿着 回去炖汤喝新鲜的 快 接着 接着 去吧 舒明 你怎么了 我 我在想你今天做的饭 很好吃 不会是我爸跟你说什么了吧 没有 真的很好吃 你要喜欢吃我天天给你做 宝宝 我补忍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成绩要答应你的 只是 在这个城市 我没有别的情人了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行了 我妈明天就要动手术了 能陪我一起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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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怎么样 手术 非常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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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现在的身体有些虚弱 需要再注针时完成 那我们肯定去看看他吗 不行 最近几天都不肯定 你们留下一个人 配合就行了 好的 谢谢啊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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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іш 优优公司 怎么样呢 手术很成功 那小雅轻松多了 不过后续治疗也很困难 你要不要去陪陪小雅 让她多陪陪阿姨 你 后悔吗 如果小雅幸福的话 我就不后悔了 我去等小雅 苏阿姨没事了吧 没事 太好了 走 上车吧 去哪儿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爸妈昨天特别高兴 她跟我夸你来着 走吧 爸 要不这样不行 你回去吧 我一会儿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那怎么行呢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还是您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看着我妈 我没事 反正我回去也是待着 你还有工作 你得回去干活啊 正好这两天也不能探视 等过两天能探视呢 你得过来吧 好吗 行吧 那我先走了 明天忙忙公司的事情 我再过来 行 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给我打电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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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